第三小节是施工成本分析与考核 来看这个考点施工成本分析的方法 这个点去年考了一个案例题的计算 因素分析法 去年考完计算 今年再考计算的可能性已经比较低了 但是这块内容在今年考个选择 或者比较偶尔的情况 文字型的题目稍微考一考 也是有可能的 来看施工成本分析的方法 它有基本分析法和综合分析法 基本分析法包括比较法 因素分析法 差额分析法 比率法 这些都是分析单个因素之间的变化 这个叫做基本分析方法 第二类是综合分析方法 包括分部分向成本分析 月度或者季度成本分析 年度成本分析 竣工成本分析 那这个都是综合的分析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它的成本综合影响是怎么样的 其中因素分析法最为常用 这个可以考选择题 最为常用的就是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 它是在干什么呢 把影响成本的各个因素 尤其是主要因素拿出来 然后先做个排序 排序的原则是先工程量 后价值量 简单的说就是先排工程量 再排工程的单价 因为我们招投标的时候 是先有工程量 再有投标报架的 所以它先考虑工程量的影响 导致成本变化了多少 再考虑工程单价的影响 导致成本变化了多少 然后先绝对数 后相对数 啥叫绝对数 工程量和价值量都是绝对数 工程量多少立方米 每立方米多少钱 这个都是绝对数 相对数是啥呢 百分比 比方说材料损耗率4% 那这个是相对数 先绝对数后相对数 那来看这个例题 这是我们考试用书上的例题 2020年考的跟这个例题 基本是差不多的 那某工程交注一层结构的 商品混凝土 目标成本是这么多 实际成本是这么多 那我们会发现实际成本 比目标成本高了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去分析 是什么导致了 我这个成本发生了变化 比目标成本增加了 19,760块钱 那根据下表 用因素分析法 分析成本增加的原因 于是给了一个表 它里面包括三部分内容 产量 单价 损耗率 那这三部分内容 我们会发现 是不是先量后价 对不对 量和价都是绝对数 损耗率是相对数 你看量和价都是多少 损耗率是百分之多少 所以这个过程 这个排序 其实就是先量后价 先绝对数 后相对数 这么一个排序的过程 首先给它做这么一个排序 好 有这么三块内容 影响了我的成本 然后给出了产量 单价损耗率 计划值和实际值 分别是多少 然后我们会发现 产量和单价 实际都提高了 那这个肯定导致成本增加 对不对 那损耗率实际是下降了 那这个可能导致成本节约 最终影响是成本增加了 这么多钱 那这是差额实际计划都给出了 然后让我们根据这个分析 这个成本是怎么回事 分析对象是一层结构混凝土的成本 实际成本与目标成本差值是这么多 那我们要分析 是什么东西变化 一步一步一步导致出现了这么多的差额 那三部分内容是产量单价损耗率 三个因素组成了 目标数是36400 这是目标成本 这个目标成本怎么来的 目标成本是计划的产量 加上损耗率之后乘以单价 乘出来的 计划产量是500 加上损耗率4% 所以实际他用了多少量 500乘以1.04 他增加了4%的损耗 所以你实际用500肯定不够 你实际肯定至少你是要买500乘以1.04 这么多混凝土的 那这是实际的量 价是700 那乘起来就是36400目标成本 就这么来的 500乘以1.04乘以700 这是目标成本 那这里面包括三部分内容 产量单价损耗率这三块 这三块实际上都发生了变化 对不对 那实际变化的时候 采用因素分析法来分析 它是怎么分析呢 大家注意啊 一个一个的变 每变一个算一下成本变化 每变一个算一下成本变化 一个一个的变 然后在前一个变化的基础上 考虑后一个变化 这是因素分析法 它的计算的方法 这个没有原因 它就是这么一个方法 就是这么算 那我们来看实际它怎么算啊 实际是这样 目标数是500乘700乘1.04 等于36400对不对 326400 这是目标数 然后一个一个的换 在换的过程中 先量后价先绝对数 后相对数 所以先换工程量 工程量 实际它是由500变成了520 对不对 计划是500 实际工程量是在这儿呢 是变成520 它从500变成520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计算公式里面的500 替换成520 然后来算一下 500替换成520 算一下 这就是第一次替代 工程量的替代 替代完之后是378560 我们要看这个378560 和上面这个36400 差了多少 差了14560 好 这就是产量 从500变到520 所导致的成本的差值 14560 这就是产量变化 导致的差值 我们就得到了 产量算完之后 先量后价 先决对数 后相对数 量算完之后 又要算价 价是怎么变的呀 原来计划这个价是700 现在变成720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价从700 替换成720 但是替换的时候 注意是以上一次替换的结果 继续往后替换的 它是要这样一步一步往下走的 所以我上一次替换完咒 是这个数 520乘700乘1.04 我要在这个数的基础上 把700变成720 看到吧 变成这个数 得到的是389376 然后拿这个数减掉它 得到的是10816 那这个10816就是单价 从700变到720 导致的成本发生的变化 这个就是单价导致的成本 增加了10816 然后再往后 我还有一个没考虑的是什么呀 损耗率对不对 损耗率是相对数 先量后价 先决对数后相对数 那这个 它从原来的4% 降到了2.5% 所以我要在这个数的基础上 把1.04替换成什么呀 替换成1.025 在这个数基础上 把它替换成它 得到这个数 替代完咒是这个 然后拿它减上面这个 一减 负的5616 这个就是产 那个损耗率变化 导致成本的变化 然后它们三个求和 大家会发现 最终就是这个数 替代完咒 383760 也就是 这个 看到吧 383760 就是最终的这个实际成本 这是完全替代完成之后的 然后你把 这三个数求和 得到这个17 19760 那这个19760呢 就是实际增加的成本 这个就叫因素分析法 一个一个数的t 每个数替代的时候 是在上一次替代完成的基础上 进行继续的替代 然后求这个差值 这个就是因素分析法 我们知道它的流程就可以了 然后知道替代的顺序 它有顺序的 先量后价 先绝对数 后相对数 这是书上的立体 考试的方法 就是用因素分析法 计算成本增加的原因 每一部分成本增加多少 那来看2020年考的这个提案 背景资料说 某酒店工程 承包人对某月 契助工程的目标成本 与实际成本对比 结果如表4 给了这么一个表 然后呢 这是目标的成本 这是实际的成本 给了三个项目 先量后价 先绝对数 后相对数 对不对 这个损耗率 这个表跟我们刚刚讲过的书上的立体 只有数不一样 别的一模一样 对不对 气助量 970 乘以这个损耗率 是1.015 加上1.5%的损耗率 然后乘以单价 得到的就是这个成本 然后一个一个的替换 就得了 问题就是 气助工程各因素 对实际成本的影响 各是多少元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我们考试的时候 大部分的计算 都是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的 一定要记得保留 偶尔会有三位的情况 这是偶尔会出现的 绝大多数情况都是两位 好 那这个呢 是计算的情况 首先 我们目标成本怎么算出来的呀 目标成本 是970 乘以1加1.5% 对不对 乘以310 得到的是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成本 得到这个 然后一个一个替换 先把970 替换成985 对不对 所以他这第一步替换 这个就是第一步替换 先把970 替换成985 然后他这替换完之后 直接减掉了 970那个值了 就是他这是一个合并计算 他多走了一步 他是拿985 乘以这个数之后 减掉了970 乘以这个数 他是直接把替换完之后的差值 求出来了 正常来讲应该一步一步走 先替换再求差值 是分这么两步的 我们立体里面 这个答案里面一步就走完了 那这个是先替换工程量的 替换完工程量之后 要替换这个价了 那替换完工程量 替换价的时候 要在上一步的基础上往下走的 所以工程量就变成 替换完之后的工程量了 然后损耗率还是这么多 那价就变成新的价钱 老的价了 这个就是替换完之后的值 乘以他俩 减掉替换之前的值 乘以他俩 求了这个差值 用这种原理一步一步往下替换 他这是一个合并公式 原理是一样的 替换求差值 替换求差值 然后求出来之后 得到三个差值 然后他们三个求和 就是成本的增加值 施工成本考核 施工项目成本考核的目的 在于贯彻落实权力相结合的原则 促进成本管理工作的健康发展 企业对项目部的考核内容 包括这么几块 一个是项目施工目标成本 和阶段性成本目标完成的情况 第二个是成本责任的落实情况 第三个成本计划的编制和落实情况 第四个成本的检查和考核情况 第五个成本核算的真实符合性 然后考核的兑现 那本节内容就结束了 本节内容 我们主要是看相关的计算 一个是价值工程 成本控制原理的计算 这个已经考过比较久了 18年考完 它可以再考了 我们要知道价值系数 成本系数 功能系数怎么算 第二个就是政治法控制成本 这都是可以考计算的地方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成本核算内容 这个是今年因为二建刚考完 新的考情出现 新加进去的 我们的制造成本法 完全成本法怎么来计算 这是一个重点 一定要回算 制造成本法 完全成本法怎么计算 完全成本法 就是拿中标造价 减掉利润税金 制造成本法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多减一个期间费用 知道这个 考试的时候 会把中标造价 期间费用 税金和利润 都给我们是多少钱 然后让我们计算 制造成本法 完全成本法 它的计算结果是多少 这是今年二届 它的考法 那本章内容就全部结束了 本章内容包括五节 施工合同管理 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应用 工程造价管理 施工商务管理 施工成本管理 那在这五节内容里面 前四节可以考计算 也可以考文字形的题目 第五节成本主要是考计算 那目前为止一件还没考过成本的文字形的题目 所以它以考计算为主 在这几节内容里面 有这么几个点 一定今年务必是要掌握的 第一个就是中标造价的计算 五块的内容 分布分项工程费 措施项目费 其他项目费 归费税金 五项求和 这个要汇 然后呢 措施项目费 包括那些内容 结合着二大业那个口诀 来进行计议 第二个 就是预付款和起扣点的计算 一定会 第三个 就是因为今年二件 刚刚考过那个制造成本法 完全成本法那块 要掌握 另外成本管理里面的一些计算 因为这两年他比较喜欢考 所以呢 多看一下